我从92年开始做试飞员 这些年下来 飞了20多种机型 那么试飞时间呢 也有6000多小时 我是2014年接受的这个任务 当时组织上把这个任务 交给我的时候 我是又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 作为一名试飞员 在他试飞生涯过程中 如果能有一架飞机 是他亲手飞出来的 这将是一名试飞员 这一辈子生涯的 最骄傲的事情 但是我担心的是 这架飞机确实是个新机呀 他在国内没有一架飞机 能够和他一样 给我一些启示 给我一些帮助 没有一架跟他类似的飞机 能够让我来飞 来体验一下 而且我呢 没有一点的水上飞行经验 我们就去了加拿大 在那里呢 建立我们的水上飞行经验 在国外培训期间 这架飞机一直在进行 机上各种测试设备的改装 等待着我们回来 把它飞起来 2016年 我们终于见到了真的飞机 仔细一看这飞机呢 越看越漂亮 越看越顺眼